每到年终岁末都是小偷作案的高峰期 也许这段时间是小偷们忙得太累了 身体撑不住了 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位小偷 他进了别人家后 竟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起来 郭女士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电阵有一套平房 2013年1月16日早上 他刚开门进屋 一名陌生男子竟然打着呼噜蜷缩在床上 情急之下 他立刻拨打了110 民警赶到现场时 这名男子竟然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直到被民警叫醒 他才反应过来 随后民警将他带回了派出所 刘晓千 今年22岁 没有正当职业 当天他在网吧玩到凌晨 路过郭女世家时 发现门上挂着名锁 又黑着灯 于是钻窗进入屋内 准备顺手偷点东西回家过年 结果因为太困 竟然躺在床上睡着了 经过迅问 在短短一个月内 刘晓千已在青云店地区先后作案六起 目前他因涉嫌盗窃 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赢紧的后 可以尽管 在这些风际上 雷云店地区先上 担当地区先上